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但去淺中當然 我都真的很希望開了關 親自進去看 看得清清楚楚我才買 好像以前一樣 那今天我就會講這個 topic 第一我就收到消息 我不知道你收不收到 就說 本來好像我們現在封關 好像不知今個月已經到期了 如果不開的話 又要再續的 一再續就半年了 現在在內地已經有很多媒體說 原來我都是網上收到 大家上去搜一下 就說要到明年三月才開孫通關 哎呀 慘了 我本來都在月十月會通關的 因為我八月下來 一個月暑假陪孫 接著十月你不用旁邊上去就爽 因為我下來的時候 香港都零了兩個月 那我心想 我下來再多兩個月 沒理由不開 誰知道第五次都是猜錯 我猜了五次都猜錯 我買樓買哪裏升值我猜對 但這件事我怎麼都猜不到 所以我都沒辦法 我都預料了心理 我如果十月上去我都要隔離的了 現在希望隔離的時間會短些 所以如果大家要等到開關 還要等到半年 等不等呢 最近很多觀眾留言給我Facebook 就說沈博士等不等呢 有些我今天都邀請了來聽的 一次過和大家談 那我做一個分析 當然今天我不是講那個topic去 催大家買樓 坦白說你買樓都不一定幫襯V家的 對不對 但我想將形勢告訴大家 方便大家去參考一下 或者買了樓的 可能有些最近害怕 哇這麼多政策 我買了錢 會不會有事啊博士 一次過告訴大家 讓大家放心 那我就將我最近知道的事情 和情況告訴大家 那 ok 那剛才買了廣告先 那我現在就有三條頻道 有三條頻道 那這三條頻道都希望大家支持 不要借我博士的頻道 那剛才我講了 我的頻道呢 就昨天開始 這個就是了 狼吞 十款豪六十隻 那應該明天吧 明天出了這條片 那大家繼續追 那我每天七點鐘就將大灣區生活 或者叫抹北黑的中國的新的一集 就一路應該會有兩個月 那大家希望你看得開心 還有我真的很衷心 希望大家 就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 我不是說要很多什麼訂閱那些 其實我是很希望多些多些香港人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希望他真的知道多些內地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那這些今次呢 我最特別的地方 今次我回上去呢 我是帶了很多個香港的年輕人上去 真真正的年輕人 有些東西讀完大學回來等等 那他們都是 即是帶著他們進去 就體驗一下內地的生活 那看看他們是否習慣 開不開心 那大家看到樣子就知道開心了 OK 那有些直接說 回香港了 我不想回 那OK的 所以其實大灣區不單止是 因為我知道有些父母買樓 去帶一些年輕人進去一起住 他們都擔心 會不會我的子女不喜歡 不習慣 我可以說 絕對不用擔心 只要你怎樣 可以探進去 體驗一下他的生活 他自然就會喜歡 OK 那因為我已經先身是足 我都帶了我兒子回去 那我問過我兒子回來的時候 怎麼樣 開不開心 滿滿意 開心啊 什麼時候再回上去 OK 那麼就 另外有一條片 另外一個頻道 就叫做大灣區筍盤王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頻道的片太多了 那我 也經常都說 我這條頻道 我不是賣樓頻道來的 OK 我出發點 沈博士頻道 不是賣樓的 但當然很多觀眾都很喜歡看我介紹樓 聽一下我的意見 那所以我現在就把我所有以後 我拍一些樓盤 甚至我回上去的時候 我都要放回去我們 我們V家的頻道 V家 我們叫做大灣區筍盤王 那應該昨天開始 應該開始有 有第一條 我有介紹到的片 這個是 這個是信德華僑城的 OK 信德華僑城 這條片挺值得看的 無論大家 有些可能 不知道華僑城好不好 有些買了 剛剛剛剛也有觀眾捉住我 最近有一洞出來 說看什麼嶺南水鄉 這個景景不漂亮 信德的 紹興的華僑城 因為我現在還未建出來 所以 如果我不斷跟你說漂亮 那這條人是銷售人 那我很簡單 我走下去信德拍那個信德華僑城 因為他已經交了樓 也都華僑城建好了 我在那裡拍給大家看 因為他是複製式的 而紹興的華僑城 是信德那個的五倍大 是五倍大 那肯定比他漂亮 那如果你覺得信德那個 都英俊的 那你買了你就放心了 沒買你都可以來參考 那我拍了整個景觀 那個遊樂場 尤其是最英俊的是什麼呢 那我在二十年前就買了深圳的華僑城 天鵝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真人真事 我買進來的市場是四百多萬而已 那我三年買回來六百多萬 當時二十年前賺了二百多萬 是很誇張的 天鵝堡就是對著那個遊樂場 那我當時為什麼要買對著遊樂場呢 那夜晚的景觀很令我心想 哇 如果我有一間樓 看著遊樂場 夜晚 帥仔 看著摩天輪 那我就買了 OK 那但是當時就沒有裝修了 這個就是這個主題 沒有裝修我本來真的想買來住 但是一打架裝修 又有幾十萬有成 那時候幾十萬有很多錢 那我不裝修 那不裝修就沒有住 那等了兩三年 那見他升得這麼誇張 就套現了 套現接著去其他地方買樓 那就賺了錢 那所以那個夜景是很美的 那大家想看下華僑城的夜景究竟是怎樣 記住看這條片 我用航拍機 夜晚拍給大家看 非常靚仔 那就是說你可以猜得到 如果我在其他城市的華僑城 如果那個單位是看著這些遊樂場 這些景觀的話 其實夜景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OK 那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那還有我清遠 我清遠 信德 我有幾個地方給個小人介紹的 我都有去拍那些樓盤 那大家不說一定去買 但起碼大家都看一下 除了大灣區以外 其實那些樓盤都好 這個信德華僑城的樓 華僑城是很花幣的 他的住宅是超級豪宅的 你沒有五六百萬 買一間的 OK 那還有 OK 灣區二手王 那遠齡和我兒子他們 拍很多年輕人的片 都要放在這個V加二手王 我給你年輕人 整班自己拍自己剪自己放上去 那當然也都有拍一些 在珠海中山的一些二手盤 那大家就算你不是買二手樓 都值得看的 為什麼呢 你會慢慢賣二手出去 你會知道原來買二手樓有些什麼注意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過橋公司 大部分都不會知道 那你要看一條片 原來你買二手樓的時候 過橋公司很重要 什麼叫過橋公司 我又不是去行山過什麼橋 過橋公司是內地一個很普通的名詞 原來當你買二手樓或者賣二手樓 原來過橋公司去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時間關係我不說了 大家自己想去 所以三條運動 好 大家記得訂閱過去 所有的資訊是免費的 你們學多些 先求資再投資 知道多些一定沒有吃虧 我這麼多徒弟 這麼多同事 這麼有心情去拍這麼多片給大家看 希望幫到大家 好 正題了 如果大家 我真的等到開關才買樓 首先講優點 優點其實就不太多講 因為其實就算我們現在還沒有封關之前 大家都知道當時我們和普通的代理公司一樣 看樓團 每個星期六、禮拜日 旅遊巴 吃午餐 我們那時候收八十八塊一位 對嗎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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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懂不懂看樓 是吧 你懂不懂走出街道 懂不懂看環境 你不要只進去看市場 很漂亮 看周邊環境看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拍片要拍這麼多東西 要行拍機就是這樣 你不只看單位 美不美 其實都挺辛苦 而且看樓團 通常一去 當然是不會看一個盤 通常的Agent肯定帶你看兩三個盤 新水新行 可能看第三個盤的時候 都夠時間了 買還是不買 其實壓力都挺大的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方法 去買大灣區樓 買大陸樓 因為時間和準備不夠 所以就算開了關 大家真的要開關才買樓 我都建議大家去那些Agent那裡 首先用線上看樓 看了是否適合你 大致上你的需要 然後你才安排上去看樓 要不然很浪費時間 還有一個很大的縱伏位 我以前有很多朋友都是 一到時間了 那個Agent就夾你 說時間了 嬸三 不買帽了 車在外面等著你 搞到你很大的壓力 可能你很心急 買一間根本就未必適合你的 這些常常發生的事 甚至有些Agent就 真是主推一些盤的時候 他們很流行的 告訴大家 這些內地Agent 頭那兩個盤帶你去看 是做樣子的 第三個盤真正就是要你買的 這個不怕和大家說 通常都是這樣 頭那兩盤浪費你時間 說得難聽些 或者帶你去看一些貴一些 差一些的 然後第三個 帶兩個醜樣子出來 當然有一個漂亮的 當然是正 有很多手法 所以未必是好事 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完全是被動的 其實你參加看樓團 你知道嗎 你完全是被動的 所有那裏 有人在簽約 那些都不知道是真 還是假的 那些托 有些裝模作樣都有的 我以前去看樓 明明看一間豪宅 無端端多了幾個客人 又上來看單位 我希望早不來 前來我 我來他又來的 是吧 很多狡猾的東西 所以反而如果大家在香港 經一些Agent 我約我去元朗 我有幾個盤 線上想看 直播想看 第一是免費的 第二 你帶著夠錢 沒有人拿把刀出來 要你給錢 那其實你的主動權力是很強的 因為我不對我就走了 吃晚飯喝茶 拜拜 下次見 是不是 主動權力很高 而且你很省時間 冷氣房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 以前這種買樓方式 是以前覺得很好 但其實時代變了 其實我現在不認為 現在應該利用高科技 當然 但另外一件事是真的重要的 就是以前我們 我們以前做中介賣樓 我們真的 坦白說 那些錢是很容易賺的 因為帶了你上去 所以你根本差不多 我就交了你給發展商 那你要簽約 要搞銀行 按揭 我們其實不用做事 我們插著手 站在旁邊 真的 我們不要出聲 因為我們不夠傻 那你要按揭 要簽約 要等等 所以我們各個角色 只不過帶你去到上面 安安全全 還有當然我們站在旁邊 如果有責任 可以盯著發展商 跟你說話 有沒有亂來 有沒有說錯 我們要盯著的 所以很多客人都要求我們香港銷售 帶他們一起上去 怕那些錢都是內地的銷售 因為發展商的內場都是內地人 怕有時候輸出不清楚 以前我們就很輕鬆 現在就慘了 現在因為大家想不到去 不可以在面前簽 全部要經我們的代表 幫你找發展商 找合約可不可以寄過來 有些又說要委託簽名 有些又說要找律師公正 那你買全部東西都是我們銜接的 是吧 你合約都要傳到我 沒有就傳到你家 那跟著通知你 你合約多上來簽 那些工作多到不得了 佣金就沒有加到 OK 但不要緊 最重要是安全 所以其實 真的 如果上去的優點 就是坐在上面 什麼要簽 尤其是做銀行按揭 其實以前 基本所有內地的盤 是每個盤 都會按揭給香港人的 大陸銀行 都基本是百分百的 就是你買樓要做案件 有間工商 也好 中行 隨時馬上簽約 銀行的人馬上坐出來 和你開戶口 什麼都搞不定 很簡單 現在是非常複雜 現在非常複雜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過不了間 過不了間 又不怪得發展商 那這個是天災 大家都不想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那 所以今天我要講講 但是 這樣的原因底下 近期的環境是 我覺得就是比較嚴峻的 所以 如果大家真的 還沒買的 就想買的 那還等不等呢 那大家聽聽我的個人意見 甚至乎現在有很多觀眾就是 珠海去買兩間新區 我還有一個quota 我不想浪費 想用它 中山我還沒買 還有quota 有些想用這個quota 那你也要快些 因為最近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剛才說了 現在開關是遙如無期的 在座有誰跟我拍心 跟我賭 誰要開關呢 真的沒有人賭到 沒有人敢說 林鄭也不知道 因為開關 不只是香港政府決定 是內地政府肯放 它是保障十億人 我來香港就幾百萬而已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是保護自己 所以你來香港說 我來得了 對不起 不是說你來得了 我給你來 這就是要看內地 現在怎樣看香港的情況 努力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議員 都不斷 其實不用你開聲 每個人都用了任何的方法 跟中央反映 很希望快些開關 不要說我們買樓 有些兒子女兒 夫婦 很慘 分離了一年多 正在工作 又不可以隔離過去 很多家庭都搞得很慘 所以都希望快些 我自己都找過中聯辦 都催促他們 希望盡快 但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是謠言無期 就是怎樣等呢 你說和我說 等多兩個月 我都等 等多一個月 我都等 等半年 我怎樣等 如果你等半年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月 開始很多條控 包括衛州 衛州已經限售了 就是買了樓之後 收了三年內 不讓你買出去 限售了 衛州 這些新聞來的 南沙 南沙之前有什麼人才證明可以可以買 現在都不可以買 南沙樓買不到 我們已經 剛剛前天的消息 OK 另外 除了我們擔心什麼呢 我們擔心就是 如果不斷收窄 這個 就是調控政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經歷過 早 早四年左右 當時就是中山限購 珠海限購 OK 那我珠海那幾層樓 我就剛剛在五年前 限購令前 差不多是前兩天左右 被我摸到底 我就入貨 OK 跟著限購令來了 說那種你想想 有錢買不到樓的那種感覺 是真的痛苦過 現在你們選樓也好 手續也好 現在說網簽很煩也好 那些濕濕碎 現在說的是 你沒有資格 不能賣 不能賣給你 你明白 政策 那你說珠海中山 很多地方 在這段時間 會不會有政策下來呢 你問我 我猜是會的 因為整個大走勢 看到政府是在收窄著 那萬一你想買樓的城市 如果 一聲 宏觀政策 調控不給買香港人 那你就買不到 OK 那只能夠買商業產品 就公寓了 那所以有些 有些觀眾說 我朋友那時候買一間公寓 沒辦法 他都不讓你買住宅 你退而求此 只能夠買公寓 是吧 那所以 這個大家是要注意的 那我自己看 未來的 但問題是甚麼時候 我當然不敢說 可能明天就是 可能下一個月 如果大家看中某些城市 你都想置業的 因為一個條控 一限扣 是在講幾年的 你沒有幾個月可以開放 自己騙自己 通常三年起碼 五年也會 那你三五年 比如我喜歡珠海 我三年五年後 才可以給我買到 你等到頸都長了 是吧 這個大家 所以 來勢洶洶的 可以這樣說 第二就是樓價 其實樓價 這兩三年大家看到中山樓 珠海樓 甚至少慶樓 大家看到樓價都是升 如果大家一直在看樓價 而沒有買到 我相信你已經很深深的感受 例如幾個熱門的樓價 譬如這個 時代水岸 時代水岸 當時我第一個介紹 因為珠海最便宜的樓 當時一萬元都不用 現在已經賣到去 對不起 水岸 水岸 水岸當時13000元 現在去到17000元 17000元都不要緊 而是很多說 我買了一件你知道 哇 整條河境的人很羨慕 對不對 那現在那個 沈博士河境還有沒有 沒有 真的賣完就沒有了 是沒有 所以現在17000元 就只能夠買到圓景 內圓景 看到少少河 OK 沒辦法 遲了就是遲了 所以呢 是的 時代水岸 華僑城 華僑城 大家去看我買了一間 又是延陽湖 是不是 剛才就是那個觀眾說 還有沒有沈博士 沒有 現在只能夠是望嶺南水鄉 也都是可以看到延陽湖 不過是後排 就是前面你望左望右 都會有看到樓的 也都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這次華僑城是最後一棟 就是那個第一旗下 保里天王也是 保里天王之前有望哥爾夫球場 現在光哥爾夫球場都沒有了 就只能夠買一些望湖那邊 而望湖那邊 就那個景觀和高爾夫球場的景觀當然不同 就是 所以呢 除了 如果大家時間 就是久了的話 除了一個就是 價錢就會貴了 剛才 不如這場 我再說一次 因為在內地的發展商賣樓 跟香港的發展商賣樓 是很不同的 內地的發展商賣樓 全部基本都是的 是首先將一些最靚的單位賣 而且賣的價錢是叫低開高走 最初會賣便宜的 就一路越賣越上去的 OK 你現在見過那個曼達 那個曼達旅遊城 是的 西江的全部 我都問了 西江那些拿出來賣 河邊那些我出來賣 江邊 我慢慢後面那一陣子 對元林 你怎麼賣 我跟我老總共 我不是說你那些元林 我香港人 就是差一點的 反應 是不是 他們是這樣的 香港不同的 香港開樓盤 就會將一些差價賣先 後期買得好 後期那些漂亮的 它就會托高價 甚至招標 入票 是嗎 反過來的 那為什麼在內地呢 每一個盤的數量都很大 他們必須做一個口碑 他們叫低開高走 前一批客買完之後 買了又漂亮位 價錢又便宜 肯定宣傳出去 就會對他們的款 有一個免費的廣告效用 所以基本他們全部都用低開高走 這個是我們行內的口頭禪 所以就算我博士 不要說你們買樓 你叫我博士 華僑城審博士這麼早買 我盯著的 大哥 我本來想買第十棟 我盯著都買不到 買到第九棟 OK 所以這個大家要考慮 因為當你慢慢 你記住你買樓 就算你自住都好 你總有一天 你可能想賣一層樓出去 你賣一層樓出去 你都想賺錢 還有最緊要有人接貨 有二手 大家記住 你的二手就是大陸人 就是內地人 你很少能夠賣回香港人 香港人也都未必買你一層二手樓 那你一定要知道 那些內地人喜歡些什麼 那如果你買到那個單位 如果不是那些內地人喜歡的話 那你就沒有二手 那我講一個比喻 十里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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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香港人都知道 也可能在序有些買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現在知道什麼價 十里人攤 有些賺了幾倍 三倍四倍 OK 有些是二手都賣不出 那有些問我現在二手樓 你可不可以賣二手 我賣不到 賣不到 知道為什麼 同一個盤 甚至是同一棟 就是同一個區 同一個盤 但是竟然是相差 所以這個世界有時候都說 沈博士 買大陸樓的人經常說 買大陸樓沒有二手的 叫人去死 買完 用來養老鼠 有些是這麼說 有些好像我這些 又是賺錢的 新編無數 很多人 剛才有一個觀眾都賺三倍 順德 已經升了三倍 其實兩個都對 因為看你選擇了什麼貨 懂不懂選擇 分別是這些 剛才那個十里人攤 向海 沙灘那些 已經升了四倍 三倍到四倍 但是 向山那些 就差一些了 可能升少少 但是樓望樓 那些 基本就沒有人要 OK 那是同一個盤 所以你想想 那個位置多重要 很簡單 你買給內地人 那些內地人來看樓 哇 這個望沙灘正 貴一些我都要 哇 那些樓望樓 他們住香港 不要搞了 因為他們的要求 他們的環境空間 比我們大 我們買樓望樓沒有問題 他們樓望樓 我不如不買 分別很大 方向 他們對方向很重要 向南 要採光救 其實他們需要大自然 比我們更多 因為他們不喜歡開冷氣 不喜歡開不開燈的 那自然對方向的要求更加高 那這些我的片 都有講到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所以呢 大家 對於選樓的時候 你真的要清楚些 好了 最近也都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去大廣區買樓 剛才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聊 一講到按揭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打算買那個城市 在那個城市買一層樓 如果你在資金上 你真的需要做按揭 你就不要先選樓 比如我喜歡珠海的 你就馬上問我們的業務員 珠海可以做按揭 有哪幾個盤 你叫他介紹給你 因為其他都沒有做按揭 你看來做甚麼 你一定要按揭的 你就浪費時間 好興奮 這個正 老公的卡 我做按揭 對不起這個沒有按揭 搞錯了我時間 那是你沒有說 OK 所以說一提 按揭收緊得非常重要 早期就是香港收緊 香港銀行收緊 現在連內地銀行都收緊 以前是百分百所有樓盤 都有內地銀行做按揭的 現在很多都已經有成三成 已經開始不做了 因為政府現在的趨勢 是收緊回銀行按揭 不想房地產放款 放得過分 而且通常都是這樣 不過今年是來得早些 現在去到八月份 其實以往到第四季 即是去到十月左右的時候 都是收的 因為內地的銀行 內地的銀行有quota 每間銀行的經理 我今年要做貸款做多少 你知道今年 其實內地買樓賣得很好的 頭那兩季 那它做夠數了 剛才有些觀眾說 有些盤 到現在為甚麼還未安排到網簽 它不是沒有網簽 日月網簽著 因為很多人買 你要排隊而已 其實很多銀行 按揭quota做夠數了 所以很多已經 我不用再做了甚麼 還有有時候 銀行是這樣的 總經理 我今年做夠數 你如果再做多些 下年的老闆 就給多些押我 那就很大壓力 真的這樣 不是開玩笑 所以銀行按揭 由現在到年底 我估計都不會放鬆的 如果你想鬆 下年年頭 又新的一年 它又開始要做生意 所以大家做按揭 甚至開戶口 現在開戶口很難 我兒子想在頭一個月都開不了戶口 後來他終於開到戶口 出到微信支付 我就直接跳起 我爸爸 我有微信支付 開心了 不得了 因為上面你沒有微信支付 是生活不了的 OK 買罐 你給點現金 真是不收你的 所以 為甚麼內地現在開銀行戶口 都這麼緊 大家如果記得 去年曾經南洋香港銀行 直接香港 可以在香港開內地戶口 當時我已經聲勢力竭地呼籲 快點去開 快點去開 但是觀眾又覺得 你今天南洋 遲些可能其他銀行 都可以在香港開戶口 結果出現過好像兩個月左右 就收談了 沒有了 現在不要說香港開戶口 你現在想到內地 都未必開到戶口 不是開玩笑的 都未必開到戶口 但是從你做銀行 按結那個銀行 是可以幫你開戶口 你做按結一定幫你開 你無端端走到銀行開戶口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這麼容易開到戶口 不是開玩笑 因為現在在內地 監管戶口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找很多農村的人 開很多戶口做犯罪 做線上犯罪 走黑錢 很嚴重 那這些有些 內地有些 農村那些不懂 一個月給幾百元 我叫我銀行開戶口 不用做 就有錢收一個月幾塊錢 但是那些犯罪分子 拿他的戶口 就用來走數 騙人 電話騙案 就用這些 他敢不會用自己的戶口 所以政府是很嚴 政府其實今年 你看到他的動作 就是我都看到 你們可能看到 政府是藉著今年 現在由年中去 你看到很多政策都收 很嚴謹 現在說教育 但是內地政府 看到內銷是很好 內銷的銷情是非常好 自己養得起自己 所以政府開始 去執政內地的情況 我個人的總結來說 如果大家在這段時間 不要等開關了 如果你真的很冷靜 看到那些城市 或者那些盤 你覺得是喜歡的話 那我覺得 你都可以進行方速 就不要停後了 因為怕你錯失了機會 就很難回頭 因為這個我經歷過了 好了 希望今天整個大環境的情況 告訴大家 至於你說最近很多被行 但是很多的訊息 不用擔心的 我買樓買了二十多三十年 中間一定有很多消息 都見不聽過 又說有寶寶 又可以想 什麼時候想過 我跟美國 最重要的是 大家去大陸買樓 大陸買樓 一定是長線的 你不要去葛大爾東 財務公司借錢去買 OK 譬如你有一些錢 儲存在這裏 你現在拿著錢 在美國那裏 你拿著錢貶值 我又加上了股票 或者甚至股票 賺回來 我不想再推下去 有些多元的錢 我真的想在這裏 找一些大公司 上市公司 漂亮的城市 買一些磚頭 是很安全 很安忙的 OK 有時候回報 或者升值 是會令你意信不道 我意信不道 很遲量 OK 但一定要是長線 如果你是長線 你就不會受到中間的波動 影響你的心情 波士 怎麼辦 我問你 歌牌 歌牌有一個觀眾 波士 怎麼辦 現在的情況 我說 你打算買嗎 不是 你又不是打算買樓 你害怕嗎 我很害怕 對 因為他剛剛才買樓 但樓還未收 他已經害怕 但記住 如果買樓 買到他害怕 就沒有買了 開心 所以大家有這個心 那些投資產品 就有什麼不同的特色 買大陸樓 你以長線來的計算 安全地買一些大的發展 商買一些磅的城市 是百分百不會輸的 不會輸的 安全的 千萬不要買到 普林式貨物 冷氣樓那些 不要碰到那些 這個學生這麼多年 你真的沒有輸過 看到這些影片 就不會輸的 OK 好 最後我是有責任講講 因為我回到香港 其實我走的時候 你知道我和華僑城 是很熟悉的 因為華僑城 其實我深圳華僑城 我已經吃他們 十幾年前已經吃他們了 那時候的老總體 那時候還是做一些消失 但現在已經是最大的老總 所以我華僑城的消息 為何多不新 我真是自外 華僑城 我深圳賺過錢 舔我 我有一個好處 我對他沒有補充 當然 大家如果不認識 你上網受華僑城 全中國都有華僑城 包括華僑城 我講純得也有華僑城 很容易搶到華僑城 可以不可以 一個這麼大的集結 華僑城是國企的 很厲害 少了華僑城 當然我們最早是推薦給大家 今天為什麼我都會看企 我不是說過 因為華僑城 華僑城 大家知道我買了華僑城 我買了華僑城 在這個刊 我要按一個刊 當時華僑城 一開款的時候 第一期 第一期 最早就是賣1.2.3 當時賣1.2.3 當時賣1.2.3的時候 是無非防復裝修 當時我們現在沒有裝修公司 所以我不買 我也沒有推介 但後來 到了第三檔的時候 第三檔的時候 他收到華僑城 突然間我給了一個意見 我們如果要買華僑城 我們要先買華僑城 要先有裝修 第三個開始 就有一半棟 有裝修半棟無裝修 看到一出來 有裝修 就馬上買了 所以老闆跟著 所有華僑城 都沒有裝修 所以是大我所賜 要不然華僑城 一邊起下去 都是你沒有裝修 現在順德的華僑城 都是一棟 其他全部都沒有裝修 當時一邊買下去的時候 我買不到第一棟 當時我就想買第十棟 因為這個是無禮的 所以我無敵無禮 出售最好 我也買不到 我最快買到第九棟 他不在這邊 很快 整一棟的華僑城都買了 華僑城是這樣的 這邊的單位 就是望遠遊戶 這邊就是望嶺南 嶺南水鄉 就是那些 嶺南水鄉 就是那些 嶺南水鄉 當時在起樓的時候 這個地線棟的下面 是一些 顏色的 需要爆破它 才可以化妝 當時 當時已經有很多 買了華僑城樓的 觀眾就找我 很害怕 那為什麼華僑城的 地線棟不起 是不是那款有事 是不是華僑城有事 沒有錢起樓 那我很害怕 我買你放心 其實是因為 它下面的土壤問題 要做些基建才再起樓 所以一路 它們是最遲 沒有起樓 最近起樓 所以 幫它第一期 第二期都買了大陸 如果無緣無故 第一期有棟樓 拿出來買 就是這個原因 也拿了這棟樓出來買 就是隨著第一期 當然 這一棟 向這邊 都是望遠藥湖 不過 這些是別墅 中間不遮擋 不過 這裡有棟樓 它有少少遮擋 警官有遮擋 不過 另外這邊 這邊就是沙灘公園 這邊就是嶺南水鄉 其實也是美景 嶺南水鄉的優點是甚麼 跟現陽湖景有甚麼分別 知道嗎 現陽湖景都是看著很大的湖 但是沒有夜景 看著湖晚上沒有東西看 但是嶺南水鄉景 我拍順德華橋城 就有夜景 有遊樂場 有燈光 有摩天輪 是很美的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而且它這次的第四棟 因為它通知了我的時候 它就未有餘壽證 所以我就下了香港了 如果不我親自會拍的 我今天補充一下 大家既然在這裡 今天開醜 今天開醜 剛剛今天開醜 就是四十六開醜 大家如果一直等華橋城 想買美景的話 要美景觀 這個第四棟第一棟 是最後機會 而且它竟然沒有加價 那我問它 其實在賣其他已經貴了 它沒有加價 是舊價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國企 當時整張價單 已經被集團批了 那它就不會加價 因為是國企 加了賺了 它又沒得待 所以價錢是舊價 快就可以了 我相信這個應該 今天開醜 我想四五天來買完了 絕對買完了 因為不僅是賣給香港人 內地人都會買 華橋城、深圳、廣州 很多人都會來買 所以今天我有責任 都要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今天有些理由 我剛才看到華橋城的時間 都很多人在這裡 看著、聊著 那我今天時間 我就不去介紹 華橋城的位置 邵慶了 其實大家上youtube片 很多已經看過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遊樂場的景觀 OK 那我已經過了 它有三隻戶型的 94 華橋城是豪宅 一定是大職 94 126 和136 大職 也有難不通 軍價9千元而已 戴上9千8元 戴上裝修 一字頭都不用 那突然間有這種東西 可以賣掉 大家自己 因為我們消息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 有些買了華橋城的 想看華橋城的夜景是怎樣 那大家就上youtube片 就是這樣的美景 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去買 買 買 香港 買判山 都是想看九龍夜景 對不對 那就是很美的夜景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一集 華橋城 我拍了很多 好 那今天的時間就多了 好嗎 很感謝大家 希望我拍的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我將整體的大環境 也再一次跟大家說清楚 讓大家心裡有數 希望大家選擇 你們喜歡的 喜歡的嗎 好似我一樣 四個字 經常說吃喝玩樂 就行了 OK 多謝大家 好 現在這個時間要收樓 怎麼算好 收樓要偶租收家式電器 為你搭新訂造 不用奔波奴 來用大灣區 安座家中 就有專人為你服務 這麼多服務 豈不是很貴 大灣區待收樓服務 疫情價只需一九九 在V加管家王 用直播收樓 真是一九九 那你快點幫我收樓吧 沒問題 大灣區置業 家居生活博欄 灣區房產減價展 九月二十五二十六號 尖沙咀喜來登酒店 驚喜一味 精彩不斷 免費報名 詳情諮詢 六三六五六七九一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天介紹 林先生未大家認識 林先生 大家有提到我的影片 就是我們在內地大灣區 有一間我拍了很多次片 就是中港英文學校 林先生就是這個學校的代辦處 專港代辦處 大家知道我們在這個月尾 9月的二十六號 下午的兩點鐘 我就在天大面前 請到林先生上來 和我切出一下 分享一下在內地的教育方面 要知道多點 了解多點 到時林先生麻煩你了 好 因為我也知道最近很多家長 這方面都很想知道更加多的東西 我們會準備多些資料 希望滿足到家長想知道的東西 好多謝你 多謝你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不要客氣 連續兩天 而中港英文學校 林先生這邊 還有一個攤位 大家如果這個時間 沒有空 也可以隨時上來 林先生去 大家可以多諮詢 關於國內的教育資料 尤其是去學校 例如何時招生 怎樣招生 我實在太多觀眾找我了 一次過解決了 到時大家就當面 來到跟林先生可以多諮詢 還有最重要的是 那天我跟他 兩點鐘有個分享會 大家記住要報名 因為人數有限 大家記住 上面有個報名電話 記住一定要先報名 否則就沒有位置給你坐 到時再見 拜拜 拜拜